银黄雪玲为何会被追杀? 银黄追随十号后,结局如何? 十号出入上界,便遇见一群上界天骄正在追杀一位银发女子 而银发女子银黄雪玲为了自保不惜将自身化为一只银赤鸟 可即便如此,她依然难以从众多的天骄手中逃脱 不过好在后来,十号仗义出手,这才让雪玲逃过一劫 那么,银黄雪玲为何会被追杀? 银黄追随十号后,结局如何? 上界天骄们之所以会追杀雪玲 据说是因为雪玲无意间得到了一桩大造化 有人说她得到了至宝三世同关 也有人说她发现了至尊殿堂 这两种造化,无论是哪一种都足以让上界为之震动 毕竟它们都属于成仙的机缘 倘若能够得到,必定能够踏上仙徒 为此,上界天骄们才会不惜一切也要追杀雪玲 只是雪玲在被上界天骄们追杀之时受了重伤 为了恢复伤势,她只好服下一株宝药 但这也让她变成了一只银赤鸟的模样 如此一来,即便饲养她的十号 也无法从雪玲的口中得知她究竟获得了什么造化 直到三千周大战开启之时 十号采用仙体唯有让雪玲亲口说出了她所遇到的机缘 原来雪玲曾经真的发现了至尊殿堂 只不过,身陀至尊殿堂的老龟却走进了危险无比的无人区 无人区之中虽然蕴含着众多的造化 但同时也是危机四伏 即便是至尊也有可能在其中陨落 更何况,此时的十号还只有神火镜的实力 进入其中必然是死路一条 因此,这条消息对于此时的十号而言一点价值都没有 不过十号也不是吝啬之人 即便雪玲的消息对她而言毫无价值 但她却还是大方帝将仙体提供给雪玲 让其修出仙气由此蜕变成真皇 只可惜即便有仙气加持 但雪玲却还是没能修出仙气 不过十号的热心肠也是让雪玲对其产生了一些好感 但是雪玲想要修出仙气就不能依赖十号 她必须自己前往仙谷遗地之中寻找自己的机缘 不过雪玲却因十号之前的善意之举 而被十号的仇敌们见齐当作是十号的朋友 为了引十号出现 神庙最强传人甚至准备出手击杀雪玲 好在十号及时出现 这才就出了雪玲 不过就在十号与众多上劫天骄们交手之时 十号在古界之中发现了一处重满神药的古药园 并且在这古药园之中还有一座真皇巢穴 而雪玲因为自身的真皇血脉的缘故 与其中的五色倒台发生了感应 雪玲盘坐在五色倒台之上 真皇血脉变得更加纯粹 而且他还对真皇宝树有了新的认知 这些蜕变能让雪玲一生受益 并且在雪玲得到真皇的传承以后 数千丈大的皇朝 也是变成了拳头大落入了雪玲手中 只可惜雪玲虽然获得了这桩大造化 但后续在追随十号之时 却并没有再获得如此逆天的机缘 也正因如此 他才无法像十号等天骄一样 争夺仙谷第一的称号 失去竞争资格的雪玲 注定无法与十号成为同路人 最终在三千周大战结束以后 他便草草下场了